我们告马文君委员 他做侵犯我个人的名誉 前海军顾问郭喜和律师傅北简案林 正式对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提告 我国首艘国造潜见海昆昊顺利下水 召集人黄树光却暗指马文君从中作梗 郭喜则指控他将潜见资料交给外国 形同卖国 其实他就应该要直接回答说 为什么不签保密协定 在里面抄写到底抄了什么东西 我想请海军把我没有签的那张拿出来好不好 他们所谓的抄抄写写 我不知道什么是抄抄写写 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可是当天我没有任何的发言 你如果有泄密 你不管签什么东西 你就是犯法 到底是谁泄密 布演了新闻台 在脸书揭露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早在2019年就公布国造潜见的X星尾舵 而且他还是图片 他说我抄抄写写 那个要怎么 你教我怎么写或怎么抄 我又不会画图 我们所有的武器装备 全部都延宕 可是我们的潜见 却超乎常理的 他提早完成了 还提早下水 我们都不可以质疑吗 怎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 其实军方早就告诉我们了 那个X不是什么机密资料 那在模型里面 导臼大家就看到了 输人不输证 立委们隔空护杠 蓝宜 跳出来替自己人说话 立委不能质疑政府的预算 花得不对 中华民国又恢复戒约了吗 今天本人马文君 如果有曾经找过黄曙光 为了银头小利 不要说银头小利 如果有跟他要过任何利益 我 如果没有请黄曙光 喊话国造潜舰召集人黄树光 出面说清楚 不要找打手 高检署表示 已经正式分他字案进行调查 将朝外患罪方向理清疑点 我国首骚国造潜舰下水 原本是美式一桩 现在却卷入政治工坊站 欢迎讯闻周春卫 林博安张晓宇 但却在台北采访报道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使 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请锁定 欢迎一把抓